没想到你还会抽烟 你说我要是把这段视频放出去 会怎么样 我成年了 我不是孩子 你尽管放 你倒是不怕死 这根烟不是他要抽的 是我让他给我带的 怎么 不信 丽瑾突然觉得 他不需要烟了 他看着于千凡 眼前有现成的灵感汲取了 烟 戒了吧 他比烟 让人更上瘾 你可以试试 把我抽烟的视频 发出去看看 我挺期待的 段家梦只觉得 整个人像是被人掐着脖子 他机械地放下了手机 在于千凡的注视下 删掉了这一段视频 然后又机械性地回房间 下次再让我看见你抽烟的话 我就把你家里的零食 全部丢掉 我已经很久没抽了 我没有烟瘾的 那你刚才是在干嘛 我那是缺乏灵感 不过 我现在有灵感了 谢了 他欢快地 一路小跑回了自己房间 他拿出纸笔 还有放在旁边的电子钢琴 写写弹弹 时间一瞬间就过去了 丽瑾完全地沉浸了进去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扭头看向了窗外 已经是大亮的日光 丽瑾将曲子收好 开始洗漱 出去走进大食堂的时候 丽瑾来这边坐 你看起来精神很好啊 昨天没有熬夜 当然熬夜了 我还通宵了呢 下一刻 一个餐盘压在了丽瑾旁边的位置上 一双长腿迈入 于千凡 稳稳当当地坐了下来 你们听说了吗 新来了个投资商 现在正和导演聊着呢 丽瑾听了一耳朵 就没有注意 我吃完了 我要回去写我的歌了 第一节课 是你的吧 我翘个课 成不 那你的分数 我给你扣掉了 别呀 那你帮我签个道嘛 于千凡没作声 丽瑾就当他是默认了 只是在回休息室的路上 他被一个身影 突然拦住 哎 于千凡的小情人 我们又见面了 他于千凡 能对你有多好呀 你这张脸长得倒不错 家世也还可以 哎 跟着我 我肯定比于千凡更疼爱你 病得不轻啊 你是昨天的酒 还没有清醒够吧 哟 想打人啊 于子阳抬手 就要去摸 丽瑾的脸蛋 丽瑾从口袋里 拿出藏着的电击棒 电流一下炸开 他猛地对着于子阳 抽了过去 于子阳吓了一跳 被那噼里啪啦的电流 吓得转身就跑 怂炸 吓得车 Oriental